記不記得之前在炒作 今天阿富汗明日台灣 這個議題的時候 現在是今天烏克蘭 明天的台灣 差不多美方 他們也會看到有這樣的訊息 在可能會不會發酵 於是呢 他們派的是海軍最強的驅逐艦 來穿越台海 美國海軍最強驅逐艦 是拉爾夫強森號 Ralph Johnson 他正在穿越台灣海峽 而且呢 在台海南邊的部分 還可以看到是有這個 電子偵察機 也正在提供相關的情報監視 偵察等等的這一些資源 這個時間來 來 于將軍你看 有沒有特殊的意涵 其實這是大家很明白的一件事 就是美國在整個冷戰結束以後 把整個美國的戰略重心 是整個移到印太地區 因為美國已經發現一件事情 其實這次烏克蘭事件 美國也會有一些啟示 他就認為說冷戰結束之後 這個北約他們自己應該可以維護 歐洲的安全 所以美國不需要著力這麼深 而他慢慢體驗到 真正的世界上的最大的威脅 他的預判是中國 因為中國他有軍力 雖然他軍力弱於俄羅斯 可是他的經濟實力是俄羅斯的十倍以上 因為你要作戰沒有錢 沒有資源怎麼打仗 而中國有 所以美國就做了一個非常大膽的假設與預判 就把整體的阻力移到印太戰略 整個印太地區也就變成美國強中之中 美國已經在阿富汗已經灰頭土臉了 他們所強調的印太戰略 這條戰線絕對不能停 因為這條戰線可以算是美國的最後防線 美國如果印太戰略這條第一島鏈第二島鏈守不住 美國的本土是直接受到威脅 因為大家可能說 你每次中國大陸就講 中國說你們這台灣 別要去蹭熱度 別往臉上貼金 不要把自己國際化 其實我們就是國際化 因為烏克蘭這個地區 對於美國來講 它的核心利益沒有那麼大 它只是面子問題 可是台灣在第一島鏈的關鍵位置 離中國的領土最近 我們如果被中國拿去之後 我們的花蓮港 基隆港 周遭的各大的深水港 如果變成了解放軍的軍事基地 那你想想看 那個第二島鏈圍得住嗎 第二島鏈比第一島鏈微薄多少倍 那麼第二島鏈如果沒有辦法 有效的能夠維護這個安全的話 夏威夷即將本土立刻受到嚴重的威脅 所以美國他不是不這樣做 而是美國他的整體的戰略已經轉移了 所以包含了美國的發言人 包含了美國總統都已經講得很清楚很明白 可是偏偏就要有一些人就說 你搞錯了啦 這個航空母艦是經過 這個戰艦只是經過 他沒有是這時候經過這裡幹什麼 他應該開到離海去啊 他應該往 應該是往烏克蘭附近去看 他為什麼在這裡 他最怕的一件事情 就是中國誤判形勢 其實美國現在很擔心一件事情 就中國誤判形勢 因為如果美國把所有的兵力重點全部往烏克蘭移 那麼你想想看 印太地區是不是會被中國有機可乘 中國絕對 大家都想說中國不會打 解放軍不會打 我一直強調一件事 如果大家有這種想法 你就完了 你就糟了 你千萬不能說 中國是指老虎 中國只會吹牛 中國不是會吹牛 中國永遠在等時機 所以我們很清楚 解放軍正在等這個機會 如果美國往那個地方移動了 往整個大部分的兵力 往烏克蘭附近移動 去支援烏克蘭作戰 如果被膠著住 被黏在那個地方 然後再配合上 中國對於台灣內部的認知作戰成功 為什麼說認知作戰 認知作戰已經在打了 因為昨天我看到蔡英文總統 在臉書上PO一個文 哇那6000多人 6000多人留言 一個臉書有6000多人留言 可是我仔細看了一下 這留言 一半欣慰一半緊張 為什麼 裡面有人留言 留什麼你知道 多寫你知道 你還有空管人家 對不對 就蔡英文就說 我們強力譴責這種侵略性的行為 支持烏克蘭 希望能夠維護國際的正義 他說你還有時間管人家 這是第一種 這種人大概將近 400到500人是這樣流 你還做一個統計 我真的去算 400到500人這樣流 就是說你還去管人家 這種都類似這樣留言 然後還有一種是什麼 你知道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 不要選一個會帶來戰爭的人 這到底是在講賀倫斯基 還是在講蔡英文 你知道嗎 所以這種人留的也不少 是第二多的 然後第三多的是什麼 他是說 和平才是人民要的 廢話 誰不要和平 對啊廢話 不和平就是誰 你要去譴責破壞和平的那個人 你要去譴責普丁 你怎麼會去譴責 努力維護和平的人 然後第四種人是說 我什麼都不管 我只不要送我的小孩上戰場 你看這種人 跟烏克蘭的大媽 跟烏克蘭的大叔比起來 這簡直就是無恥到極點 你自己的國家不自己救 那你等到美國人派兵來救你 那美國人的小孩不是小孩嗎 這叫什麼 這無恥到極點 然後第五種就是說 你的美國怎麼不理烏克蘭 就是問蔡英文 你的美國怎麼不理烏克蘭 你是烏克蘭的居民嗎 烏克蘭自己都在保護自己了 所有人都已經要全民皆兵 要抵抗俄羅斯的入侵了 然後你還在這邊提這個 然後第六名說 我們還是不應該相信美國 然後最後一個 還是第七名的 他講了什麼 他說 希望你從烏克蘭的事件 蔡總統你要學到教訓 這教訓什麼啊 你應該是說 這件事情要告訴我們 中華民國要更堅實國防 今日烏克蘭 明日台灣 這句話我還是要很清楚的講一遍 會講這樣的人是說 那個利潤有兩個 一個利潤是說 你看嘛 今天美國不會幫烏克蘭 明天美國也不會幫台灣 所以我們趕快要去跟大陸求和 跟北京搖尾其連等等 我說錯了 那個問題的本質問題在於 今天造成今日烏克蘭的問題 是一個極權政體叫做俄羅斯 明天如果造成一個台灣的問題 那是因為有一個極權政體叫做中國 那個問題 剛剛前面幾位來賓講 問題是在俄羅斯跟中國 結果被扭曲創造成這種 以美論 棄台論 還有小國不要刺激大國 不能刺激論等等之類的 那其實我覺得真的匪夷所思 而且這樣的話 是從很多的藍營的政治人物 竹藩不及背仔 我就不列舉了 口中講出來的 告訴你 你不要去刺激他 你不要去捅他等等 我覺得真的是 讓人覺得匪夷所思 我相信美方現在在做的很多動作 是要很清楚的告訴中國 說你不要 連擦槍走火 你都不要妄想 對 你都不要妄想 除了剛剛講的一個最強群屬艦之外 事實上包括我們所了解的 包括其實在關島一些B52的東西 是有在移動的 甚至在2月中旬的時候 是有刻意拍出潛艦服上來 拍給你看的 在北日本海那邊 所以其實你說美國他的動作 他只要不調兵 他就告訴你 我在這邊守住著 好 但是會不會差這樣走我 還是我們還是要隨時 預防這樣的可能性 但是台灣是這樣走 我覺得剛剛幾位來賓都講到 台灣這幾年在軍事國防的自主 自立自強 軍心上面的凝聚 我覺得那是很堅強的 那這裡面有兩點 第一個是從客觀上來看 我們的軍事實力來看 一個東西 你看那個基輔被空炸的樣子 他放在台北 其實你會很難想像 基輔被空炸 基本上是處於一個空城的狀態 可是如果台北 我們都很清楚 台北從愛國的山 甚至我們再更往前部署 雄二雄三 再往高一點天宮 其實等等我們的飛彈系統 都足以去支撐 這個北京突襲式的空炸 這個其實是最大的差別 是我們其實是居安思維 長期的在建構我們 自己防衛性的國防 這是最大的差別 那第二個就主觀上 主觀上我現在 大部分的國人都願意 來頂身體抗這樣子一個政權 來對這樣的侵略 包括年輕人 我記得最新的名叫 年輕人是65% 願意拿起槍來對抗 如果中共來侵略的話 這是年輕人的 現在的新生 同樣的狀況 會有一小撮人 在那裡分話 在那裡唱衰 這些人就像這個 在裡面要想盡辦法 去消滅我們的士氣的 這個才是北京現在想看到的 所以這個部分 是我們現在要去補強的 也要嚴正的告訴他們 問題不在台灣 問題在中國